今天会过去 明天会到来 新的一天开始 放下所有一切 人与人之间 可以近也可以远 情与情之间 可以浓也可以淡 事与事之间 可以烦也可以减 不要苛求别人对自己好 不要苛求别人对自己不计较 生活中 总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 总会有人对你指手画脚 学会不在意 约束好自己 把该做的事做好 把该走的路走好 保持善良 做到真诚 宽容待别人 言语律自己 其他的 一切随意就好 浓淡香仪间 是灵魂的默契 远近心安间 是自由的呼吸 是距离的美丽 可以肆意畅谈 也可以沉默不语 因为心懂 可以朝夕相处 也可以久而不见 走过的路 脚会记得 爱过的人 心会记得 路不通时 选择绕行 心不快时 选择看淡 情见远时 选择随意 有些事 停一停 就过去了 有些人 狠一狠 就忘记了 有些苦 笑一笑 就冰湿了 有颗心 伤一伤 就坚强了 今天再大的事 到了明天 就是小事 今年再大的事 到了明年 就是故事 今生再大的事 到了来世 就是传说 我们最多 也就是个 有故事的人 所以 当生活中 工作中 遇到不顺的事 对自己说一声 今天会过去 明天会到来 新的一天开始 放下所有一切 人生就像蒲公英 看似自由 看似自由 却身不由己 有些事 不是不在意 而是在意了 又能怎样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 和结果 成熟 就是由微笑 来面对一切 人生就像蒲公英 人生就像蒲公英 人生就像蒲公英